RAIN TV 大家訓練過的好嗎? 然後今天想要拍一支影片是關於充電頭 這一顆充電頭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充電頭呢?跟大家出面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拍了一些相關的Vizel 6 Pro的充電的一個 效率的影片嘛 然後得到滿不錯的回饋 那實際測出來呢 有支援PD功能的充電頭 不管是我之前用的45W或65W 或者其他瓦數的話呢 最高最高最高啦目前大概 最多只有看到22瓦而已 然後我有看了一些國外的評測 確實他們目前也都是只有車到22瓦而已 並沒有做 並沒有辦法說 做到那個30瓦這麼主瓦充電 那我在猜呢應該是他的一些軟體 或者是他的韌體 呃他可能保護的有點過頭了 然後 因為我覺得 我上上支影片啊在裡面測試結果 我連手機就連到問問他那場都沒有的話他就自動降壓了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對他保護有點過多了 不過我在猜這個可能在下一版軟體的更新之後應該就會好一點點的 OK 那我們就接下來測一下就這個吧 因為這個呢是廠商寄給我的然後 他是說有客人在他們的賣場 亞馬遜的賣場反應說 欸這個充電頭只有5瓦 那我覺得應該是不會這麼糟糕啦 因為他這邊寫的是 他們有支援PD的充電協定 然後還有支援PBS 然後 這顆是支援到30瓦 那通常如果你是單一個USB-C充的話呢應該充到30瓦不是問題 不過呢今天我在猜 應該是這個軟體的問題 因為我已經測了大概有4到5顆了吧 都是只能充到22瓦最多啦 那所以這顆如果他可以充到22瓦的話呢 就代表他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 如同他 上面所寫的他可以支援到30瓦的快充 OK那我今天拿的這條傳輸線呢 是PBS 6 Pro裡面 手機附的裡面的這條傳輸線 用原廠傳輸線應該是會更符合他相關的規範 然後一樣會用這個電壓電流汲取測他的電壓 那不要說我們就開始吧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比我預期的還要小顆耶 因為我之前以為啊 這一種我支援高瓦數的都蠻大顆的 那等一下呢 我也會實際拍其他的頭給你看 這個跟其他的頭 比起來算是真的比較小顆 方便攜帶做使用啊 然後等一下呢 也會順便測試一下 他能不能用在我的那個 LG那台筆電上 因為LG那台筆電呢 他是65瓦的 那有些充電頭呢 低瓦數可以幫他充得比較慢沒關係 但是有的是完全都不能充 那我要測試一下 這一顆到底能不能用在上面 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其實真的也是蠻小一顆的 而且這個優點是 他有支援這種 折疊的頭 有很多啊 他們都 沒有支援這個折疊的 他就說只能這樣子 他不能這樣收折起來 收折起來這個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尤其說 這顆如果是在茶方的包包裡面的話呢 折疊真的這個很方便 因為不然他就會 多佔了這個空間嘛 折疊這個是非常 蠻好用的 然後呢他有支援一個 USB的A 然後一個Type-C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做快速充電了 那通常啊你如果兩個的話 兩個通知差大概啦 應該可以支援到 各15瓦 那你如果單一個充電的話呢 C這個應該可以提供到30瓦 那這顆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只能提供到 5V3A左右 也是大概只有15瓦而已 OK 不好意思 這裡有一個特別 他們的USB AI 提供的瓦數還蠻 令我驚訝的 他竟然有提供到 10V然後 2.25A 也就是說他這顆單純 如果你只用這一顆的話呢 就可以提供到22瓦的充電速度 但是前提是 你的手機也要支援這個 一個10V的充電 因為每個手機的協定不太一樣 那通常USB有大部分都是 一般大部分都是5V啦 然後有支援到9V 12V 10V的確實是比較少了一點點 但是你如果說你的機器有支援這個 瓦數的話呢 就可以通過這個速度 OK 那我先把他充到 這支三星的Note10手機啊 去測試一下瓦數 然後目前啊 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上 他目前瓦數呢 是來到了 23.88瓦 大概將近 24瓦啦 所以 也將近到 這個三星原廠的這個快充了 因為原廠快充是25瓦 OK 然後我現在把他插上 這支Pixel 6 Pro手機呢 然後目前的充電瓦數呢 剛剛沒拍到 他有跳到20幾瓦啦 可是他穩定持續大概在21點多個 也是將近快22瓦了 所以呢 目前這樣測下來啊 這個充電頭啊 確實可以支援到30瓦是沒有問題的 那 只有充電到22瓦的部分呢 是因為他這顆充電 手機本身的一個限制的關係啦 因為我在猜 因為我用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上這麼多充電頭啊 每一顆都只能充到這樣子 那其實每顆 都有他的瓦數 都已經高於他的瓦數了 像這一顆跟這兩顆呢 就是支援到65瓦的 然後這一顆呢 是支援到45瓦的 都可以符合他充電 但是最高這幾顆 充下來啊 都只有符合他最高到22瓦而已 所以 只要22瓦呢 代表說這個充電頭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OK 那今天簡單的測試就到這邊囉 OK 補充測試一下 我先把它插上去 我現在把它插上去了 然後測試一下 剛剛有說到啊 我想要測試一下 這顆到底能不能充我的 這一台 Gran的筆電 因為這一台呢 它本身充電器是65瓦 可是 那顆頭真的很大顆啊 然後 你如果不想要攜帶這個頭的話呢 呃 你平常操作的功率不是那麼大的話 其實就OK啦 因為它現在畫面上出現了這一個 他說 比它低的那個過天中磅電 那其實30瓦應該都夠用了 如果它自我充到30瓦的話呢 絕對都是夠用的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功率 現在可能反過來 把它轉過去 目前呢 是充到了29.25瓦 所以基本上呢 是可以充到30瓦沒有問題的 那30瓦如果說正常這樣操作用的話 或者是 把筆電關起來 然後慢慢充電的話呢 其實也都是非常非常夠用的 我之前用45瓦就已經OK了 那但是它可能就是 45瓦還可以 超過它慢慢增電 然後 這個30瓦可能就是 可能會上下Balance來看你用的情況 如果說我今天在用網路比較多的話 可能稍微掉一下電 如果沒有什麼使用的話呢 它的虛電量就一直慢慢增加了 至少 這個頭是支援這一台充電的 因為有很多 我之前有試過很多頭啊 它如果沒有到主瓦的話呢 它是不支援充電的 完全是不能充的 那我目前看起來 它的這邊是 確定是可以充的 OK 簡單的測試就到這邊囉 這個頭真的還不錯 推薦給大家 謝謝大家 這個 我們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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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